给你们放一遍 这个孩子太迁就了 他太真张了 这个老头子 住着我们家帮小飞 血汗换来的这种房子里 对我们多大的侮辱 孩子的表演 你和你的小孩子 把孩子害了 你知道吗 你这个当妈的 天天在这表演 你和心了 你当妈的 你把你女儿害死了 你懂吗 小孩子在那种孩子 你们完全 你们没拿着当人 你们就拿着当工具 这两个孩子 就是你们表演的工具 你们考虑孩子的干什么 你们考虑孩子的成长经历了吗 天天的 您一出一出的戏在这演 你说是跟小飞分手 才跟这个大方祖联系的吗 别演戏了 别让我把这些事情 都戳穿 对吧 如果你们再逼我 我就真的戳穿了 我不顾王小飞 他天天拦着我 他总是给大孩子有疑问 门都没有了 不可能的 你们太狠了 孩子必须会在看我 那是他的亲妈 他必须有责任 带着这个孩子 健康的成长 暑假男家 为什么不能回来看奶奶呢 别那么当心呀 我真是有道德水准的人 我如果把两孩子留在北京 我天打五雷虹 我不是那种人 但是孩子必须要看爸爸 看奶奶呀 你们不能太特色了 你们管一天孩子了吗 24小时 都是阿姨待着 是吧 你们别在这天天演戏了 11月21日 台北报道 大S起诉汪小飞 向银行申请冻结汪小飞500多万财产 原因是对方拒绝支付抚养费 随后 汪小飞怒发20多条微博回应 称自己一年多来 一直承担着大S家里的保姆 司机费用 支付孩子的学费 生活费 只是现在身为一个男人 不想再给他们交水电费了 并且公开了自己过去一年的家用支出 支出显示 汪小飞一年多为大S一家 花费了4000多万新台币 其中包括豪宅房贷 子女学费 家用膳食支出和电费 社区管理费等等 大S妈妈随后接受台媒采访 解释生活费 房贷 司机费 是离婚协议里 写好了应该由汪小飞支付的部分 但是两个小孩从出生开始到现在 两个保姆外加一个管家 三个人 每月超过15万人的费用 是由徐希元来支付的 他还爆料汪小飞骂骂张兰 用微信语音留言 骂了他们全家半个小时 还讲了脏话 属于很严重的人身攻击 他听了之后 血压升高 心脏一度快停止 截止矿解发稿 两家的纷争依然在持续 大S和S妈主张汪小飞拖欠抚养费 违背离婚协议 汪小飞和张兰 则主张大S再婚违约再先 既然有了新男人 就不应该再花汪小飞的钱 并且希望能在北京见到两个孩子 网民也分成了力挺汪小飞 和力挺大S的两派 前者认为汪小飞根据离婚协议支付费用 是应该的 但是确实不能再为新姐夫的日常起居买单 后者则认为汪小飞自作自受 出轨无法原谅 违背契约更不应该 纵观演艺圈中的明星离婚案 有太多夫妻公开闹僵私到台面上 双方都很难看 其中情犹都是十分复杂 只是辛苦孩子 希望他们不要受舆论影响 今后还能无忧无虑长大 接下来 MING PAO TORONTO